各位同胞,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大家好啊,今天我请来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观众,他来到我这个办公室吧,我来采访他 他呢,在中国,很年轻,25岁,他是中国的一个乐手,弹背诗的,他是乐队里面的吧,是,好吧,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韭菜难民,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中华民国沦陷区的,一个95后年轻人,我在大陆呢,是从事音乐表演工作的,我的名字叫李 你这个,简单介绍一下,你怎么来美国来 我是通过留学前F1过来的,是因为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工作嘛 然后手里也攒了些钱,因为我在大陆也不想买房,我也不想逃老婆,也不想干嘛,就把工作的钱都攒下来 然后本来就对美国有向往,就想哦,那正好钱攒的差不多了,那就来美国吧 然后就申请了一下这边的音乐学院,然后中途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小坎坷 但是最后还是顺利的来到了美国,等于是你基本上是DIY 啊,就全部DIY,从申请学校到申请签证,到去面谈,就全部是DIY 整个过程你花了多长时间,呃,从我下定决心要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是去年的12月 就白纸运动的那个时候,看完以后就说,我操意,必须要走了,这他妈的不一定之后怎么样了 乱了,乱了,乱成一锅粥了,必须得,必须得润了,润了 然后就工作就辞掉了,从12月到我3月末出境的这4个月是没有收入的 就全程在准备这个事,从12月开始申请学校到1月份的时候,大概春节,拿到学校的offer 然后去办各种材料证明,包括申请签证,然后约的是3月初在广州面谈,然后约末就来了 明白了,简单的说3年疫情跟白纸运动彻底把你决醒了,又觉得要走了 其实我之前就没有,就不是很粉红,就是我从小其实就是质疑共产党 然后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反共了 但是疫情之前,可能我虽然反共,但是还对那个共产党抱有一丝丝的希望 我觉得他可能,他可能会,他虽然很傻逼,但他可能会有一天不傻逼 但是这个疫情之后,我就觉得没用了,他就是动党不亡,世界就没有和平 从未想过习近平智商这么低 对,真的是 哎呀,这个一讲一谈的中国啊,就老宣传说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 而且还有好多人以为台湾过得还没有中国过得好 对对对,他们会那个,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小的时候就总听听一个梗,说那个台湾人吃不起茶叶蛋 台湾人什么吃不起泡面,台湾人吃不起这,我们要解放他们 然后让他们台湾人吃得起那个茶叶蛋 然后疫情的时候就说解放个屁 解放完你第二天台湾人民就得排队做核酸 那个时候粉红在网上说,我们要解放台湾 让他们第二天就排队做核酸 哎呦,天呐,你说这个中国啊,就共产党把中国人这个洗脑 把这些韭菜五毛给洗脑啊 嗯,粉红以为他还是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 对,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就是他那个思维认为台湾一直是他了 对,其实呃,就算台湾被共产党占领了 嗯,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他还是吃不起饭,还是买不起苹果手机 哈哈哈哈,还是交不起房子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啊? 因为我前几天看到,前段时间吧 看到一些粉红在YouTube 因为YouTube上也有很多粉红 他们在那留言,我看到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又可悲又可笑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支持共产党统一台湾 是因为我觉得我嫉妒,我恨台湾人过得比我好 如果他们过得没有我好 我就不care这件事了 随便他,他关我什么事呢? 还有,你就想一想啊 你说中国有多少人真的信 呃,台湾就是被共产党 一定要被共产党占领 我觉得至少一大半 至少一大半 至少一大半 因为,为什么说至少一大半呢? 因为他们很粉红 所以说他们是相信这个观点的 如果中国有一半或者一大半以上的人 他不粉红 他肯定就不会相信这个观点 那中共就没了 对,对 十几亿人有一半 七八亿人开始闹造反 他肯定就不存在了 对,对,对 尤其是小的时候 他一直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啊什么 就是,长大以后我发现 我们去台湾都去不了 去不了 那你说那还是咱们的民土吗? 去台湾比来美国还难 哈哈哈 就是你台湾他不接受 你中国大陆直接过来的 现在如果说有人想去台湾 或者移民居住在台湾 都得先拿到一个民主国家的国籍 然后再去台湾 哈哈哈 中国大陆现在去不了了 去不了 对,根本去不了 他这个真的是 包括在香港也是 你说香港被共产党都收回了 那大陆这些栽包去香港还得办个通行证呢? 对,我来的时候就是从香港坐飞机来的 你从香港坐飞机来的 对 转机是可以不用拿从你通行证的吗? 我不是转机 就是我买的机票就是到香港飞的 然后香港他有一个那种 如果你去做国际航班在香港机场 他会给你一个七天的免签入境 然后我特意早去了一两天去感受了一下 香港 对,我就感觉这个香港 他还是半被共产党统治的 就是说半民主半赤化 对 但就已经跟大陆很不一样了 就感觉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人家香港现在被共产党给祸害了 可是人家至少还是有特区在 对 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有的时候香港街道上 街道两边 这边是打着旗号打倒共产党的 那边是共产党公宣部的 然后这边给你发完传单 那边公宣部的人就 千万不要信他们 千万不要信他们 你要拥护总统 我的天 这人太搞笑了 这个真的是 但香港国安法一实施 我估计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越来越 共产党越来越在香港抓人了 他已经完全的控制香港的管理了 对 现在已经香港 其实香港已经是沦陷了 沦陷 沦陷区了 而且你看从97年回归到现在 那个 就是东方明珠吗 香港是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的辉煌已经 没有了 没有了 被祸害了 被祸害了 你就想一想啊 我们一讲到的台湾 人家以前台湾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台湾这边说的说呢 我代表中国 然后大陆这边说了 我代表中国 后来人家台湾说了 好吧你代表中国吧 我就代表台湾了 然后呢大陆这边就说 不行 你就得代表中国 明白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中国的那个政策是一直有点 就是蛮不讲理 我欺负你 你还得听我的 对 你还得说你欺负的好 对 完全你干了一国两制 不就骗人的吗 对 那你说 你现在把香港给骗了 现在还想骗人家台湾人 那台湾人怎么能信你的呢 你说 是啊 那些在香港搞反送中运动的人 后来去台湾就说 我们香港人只有一次机会 那肯定 只给你们示范一次 完了 第二次 但是我们失败了 你说共产党的话 不是 共产党的话 共产党以前一说计划生育 是基本国策 不会改变了 现在又变了 对 他们 他们的政策是根据他们的领导的想法来的 从全面封控到全面解封 其实是可以 但是你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期 你不可能所有的 所有国家的状态全都在封控 然后你瞬间就到解封 那就乱掉了 对 那为什么他就解封的那段时间 那一周全国人全都养 养过 有的还养过两三次 就全都得病 对 然后我的朋友 我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很有意思 他说 疫情瞎几个折腾了三年 现在疫情才刚来 就是他们天天在嘲讽美国 我嘲讽英国全民免疫之类的 你天天搞封控 空了三年 现在我们的疫情才刚刚 当真正的刚来 对 这个真的是共产党 没办法 共产党一直坚持了他的宗旨 就是不把人民当人看 他们 他们一直就没有把人民当人看 他们就 其实就没有人民 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今天说你是人民 你就是人民 他明天说你是反革命分子 你就是反革命分子 你根本 搞不了的 你没处去跟他讲理 他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今天说是好同志 明天就是叛徒了 刘少奇 今天还给毛泽东 拍马屁搞那的 明天就是人民最大的公贼 尼克强不也是吗 一样的 尼克强也完了 一样的 最后的话 你对台湾这个徒利有什么看法 我个人觉得 其实台独这个词 真正意义上就不应该存在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 像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苹果 你非要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苹果 但是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苹果 对吧 他不在乎你说他是梨还是西瓜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 台湾他本来他就是一个拥有 自主主权的国家 他有宪法 然后人家有民主选举 每个人都能投票 你中国大陆人能吗 你见过什么是选票吗 然后他们有货币 有自己的护照 他们那个护照的含金量 比七字之言护照可以 不知道高多少 一百多个国家免钱 你中国护照 你到全世界哪 我就是拿中国护照 到了香港 我就发现 我坐的那班飞机 有拿澳洲护照的 有拿香港特区护照 有拿美国护照的 就我 基本没见过拿七字之言护照 我那个护照就不敢掏出来 你知道 就感觉敌人一等 卧槽 你们拿的都是到哪都免签 随便去 我这个到哪还得签证 对对 然后扮得像个狗一样 又麻烦 然后还可能签不过 对对 所以说台湾的问题 其实就根本不用说它是独立的 还不是独立的 它本来它就存在在那 事实道理就是这样 他就是独立国家 人家也有人家的生活 对 人家就是独立国家 对 而且人家 现在人家也不主张反共大陆了 其实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对对对 我不理你了好吗 我对 你你你太无耻了 我不理你了 我自己把我日子过好了 你爱怎么讲怎么讲去吧 懒得顾你这帮穷人了 对 你这帮人这么大地方 这么多人这么穷 看看台湾人均GDP 拿怎么拿数据说话 对对对 人家 哎 就有一点那啥感觉 有一点那个啊 就是看着这个乡下穷金鸡 那个感觉 不要来往 对我学校有很多台湾人 对 我跟他们就是我在我学校 我跟台湾人和跟大陆人 我的朋友台湾人比较多 是对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有很多台湾人他们 不知道真正的大陆是什么样的 他们看见的可能是大陆外宣的东西 他们没有去真正的从底层去生活过 就算你台湾人去大陆 你也体会不到大陆的那种 因为你是外籍人士 对对对 是吧 你根本体会不到真正中国人民 最底层是什么样的 苦难的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别信这些屁话 对 别信了大维权 千万别信 就是别跟别跟共产党有关系 别理他们 别理就过你们的就行了 他们他们可能信共产党的 那些宣传言论 还以为中国人人人都能开上汽车 对 还以为这是 我一跟他们聊这种 有的大陆学生可能就听见他们 会用诧异的言识看着我 对 就确实有些粉红来了美国还是粉 对对 没办法 美国也救不了 人家是背井离乡 他是背着井离开故乡 对 就呆在那井里面 对对对 没办法 因为他一到一旦出了这个井呢 他一看到这个天不是圆了就受不了 对 因为他在井里面看到的天全是圆了 他恨 他恨 对他恨 哎呀 没办法 他恨资本主义一堂一炮弹 哈哈哈 他恨他为什么他过不了这种生活 其实就 他不应该去怨别人去怨共产党 对对对 人家好多人讲了一句什么话 被骗 其实呢 嗯 并不那个很痛苦 嗯 痛苦的是什么 被骗完之后 醒来了 知道自己被骗了 这才痛苦 嗯 这才痛苦 确实他如果一辈子不知道 他哎 反而挺开心 挺开心的 你看朝鲜人 啊对对对 蛮开心的 他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对对对对 你这样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 年轻人啊出来的什么的 恨共产党 老他妈骗我们 对 所以一到了美国一看 美国人家的生活 哎呀我的天哪 一上个网 美国人家这个这个事情 言论自由啊 什么宗教自由啊 选举啊 然后一看中国大陆的新闻 又强开了 又又下水到什么地沟油了 又是什么火灾死的二十几个人 然后新华社永远是国国内一片 岁月静好 对对对对 国外天天水深火热 对对对 新华社新闻又说中国GDP又增长5%了 全是什么好新闻 嗯最后一看中国那些当官的 哇全是吃特供 器官全是随便换 对活到九十几 正常人都受不了嗯 受不了被骗了 你把我们当猴耍啊你说啊 但是很多人他他没有这个意识去看 他就觉得我看到的就是对的 你就像你看中国人他们呃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相信 但是他们就相信共产党说的是真的 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 对 对 斯登高谋中和政了 嗯 还有一个原因我判断了 可能他们认为是共产党是有钱有权 就是他们实力强 嗯 所以他们讲的话呢 他觉得有点福 咱们呢 啥都没有 咱们要说一句话 他一看你他妈是谁呀 就是 对 即使你说的对了 他觉得 我要是同意你了 他就觉得自己丢人了 哦中国人是有这种 就是说中国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啊你你只要是有钱有势 你放的屁都是对的 哎对 你你什么也不是你说的再好 没人理你的 他打你当傻屁 他觉得我要真的听着你了 改变了我的这个原来想法 那我那他妈不丢人吗 那他那改变 对对对对 那后来我也想 韭菜这个病呢 很重 他这个真的是很重 你想不想以后去台湾看一看 我想 你想看看这个自由祖国这个风貌 对对对 我想有朝一日能去那边生活一段时间 对对 体验一下看一看自由祖国 嗯 人家台湾 GDP全世界排名二十名吧 台湾的人均GDP呢 啊 接近四万美元 三万六千美元 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两千万的国家里面 台湾大概排进前十名吧 台湾的人均PP购买地评价 六万美元 你就人家台湾这护照一百多个国家免签 呃健保也很好 呃 基本上穷人也能看到疾病 好像是全民免费医疗 呃也不能也不能说全免费 基本上相当于免费 多少多少啥还能还得交个几百块台币 象征一下 几百块台币吃个饭的钱吗 哈哈哈 也得弄就是啊 教育还基本免费 嗯 生孩子 对 中国的话 这个真的是 哎 没法想象 中国这帮人过了啥日子 哎呀 我一看台湾这个 这个生活啊 越恨他妈 老蒋当年 对 交匪不利 对 老蒋那个坟还得恨张学良 对 老蒋他那个棺材啊 嗯 他还在台湾还没下张呢 我说他妈 老蒋这棺材应该直接扔到太平洋里面 嗯 你这处子 你当年交匪不利 你当年的话 在重庆谈判 还有什么西安事变 咔嚓 把共产党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 哇 天 中国十四亿人的苦难都要归于蒋介石 真的 对 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毛泽东直接摁死 直接干死了 直接干死了 你干死就完了嘛 嗯 哎呦 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年代的中国人 他们是很无知 他们容易被这种共产党的那套东西煽动 可能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下一个某某某 关键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天天跟你讲自由民主 啊 对 天天跟你讲打土豪分田地 天天跟你说打倒蒋家独裁 对 建立民主政府 对对对 你帮他然后 那个说联络各民主党派 对对对 一起反对蒋家独裁 对对对 我们上的历史教科书不就这样了 然后然后 好了 把老奖打退到台湾 以后他们就 开始卸磨杀驴了 好你民主党派是吧 不归入我共产党全部干掉 然后打打完的土地 老百姓也一亩都没拿得到 哎呀 然后他们的 所有替他们卖命的彭德怀 朱德刘少奇有几个善种了 贺龙 贺龙是被活活活活给弄死了 哎呀共产党这个 不是 你看1949年之前的共产党报纸 嗯 再看49年以后的不能看 对 49年之前的报纸天天歌颂美国 自由的灯塔 人类的大救星 嗯 就是这样 你这家伙真的是 啊未来啊 好好 我各位观众各位同胞韭菜 我想一想啊 未来咱们以后就 这个叫 啊 那个强国就 永远不能回去了嘛 嗯 未来我们就好好建设自由世界 尤其是自由祖国 对对对 尤其是自由祖国 好好在美国挣钱 然后到台湾花 就是对 支持自由祖国的建设 对对对 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 一点绵薄之日 哈哈哈哈 对 别的咱也没实力了 对不对 你这样买个导弹 导弹太贵 买不起 对 好吧 今天呢非常开心去跟这位 唯一的华人走向民主的政权 这绝对绝对绝对 真的是鼓掌鼓掌鼓掌 每年十月十号 我都定期看双十国庆的 嗯 你真 好吧 拜拜 拜拜